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5个版本的白蛇传,杨子版翻拍最成功,唯独这版最差 最近几年,翻拍剧越来越盛行 金庸的小说不知道被翻拍成多少个版本了 《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和《以天图龙记》 这射雕三部曲不知道被翻拍多少次 现在就连《白蛇传》也不知道被翻拍成好几个版本 第一版,赵雅之版新白娘子传奇 1992版的是由赵雅之和叶童主演 这部注定是无法逾越的经典版本 由黄梅戏改编,剧中运用了黄梅戏的手法 不管是在实景拍摄上,还是在演员演技上 恐怕现在都是无法逾越的 只有赵雅之这版才演出了白素贞妩媚,端庄的感觉 第二版,刘涛版《白蛇传》 2006版的是由刘涛和潘岳明主演 这版的评价也很高,而且也有压力 毕竟赵雅之版的《朱玉玉》在前 要想再超越经典恐怕很困难 所以刘涛不走寻常路 从魔道出发,给人带来另一种风格 刘涛演的白素贞,脱去了腰的形象 最后塑造了一个至情至性的白素贞 第三版,杨子版《天机之白蛇传》说 2018版的是由杨子和任嘉伦主演 这版改编的力度很大,保留了经典名场面 在此基础上足改编,虽然经典无法被超越 这版不但没有毁经典,反而翻拍很成功 网播量突破11亿 可惜这版因为涉及到法海跟小青的感情线 引起外界的诸多不满 有人说这部剧是在侮辱佛教 因此突然下架,内容调整后再上线 可惜至今也没有重新上线 倒是很遗憾 第四版,居静一版《新白娘子传奇》 2019版的是由居静一和于朦胧主演 《四千年的美女》和《四海八荒》第一美男强强联合 因为滤镜和墨皮太严重 完全没有真实的感觉 所以该这版一开播就遭到各种吐槽 这版最后也是被下架 因为剧中的曲子侵权 所以被下架 想打着老版名字和曲子的名义炒作 经典无法被超越 不是靠随便炒作就能成功的 第五版,孙肖肖版《新白蛇传》 2021版版的是由孙肖肖和陆宏主演的 这版也是五个版本中最差的 虽然剧情魔改严重 孙肖肖丝毫没有演出《白素贞》的仙气 大家看到的只有傻白甜 这版被压了近五年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演员的演技和人气都不行 超越经典更不可能 会经典才是事实 总而言之 这五个版的《白蛇传》 赵雅之版的最经典 而杨子版的翻拍最成功 希望整改后早日上架 而孙肖肖新版的《新白蛇传》 却是所有版本中最差的版本 本来以为居静一是最差的 没想到还有垫底 想要了解更多精彩的话 欢迎在下方讨论 或者点击关注留言即可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字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 谢谢大家 大家